来看的是台湾有个小小兵 但是在大陆是有一名四岁的小女孩 她经常就拍摄这个搞笑的影片 而且老是在节目里面是失控大哭 现在她的父母还帮她开了一个个人的微博 一个多月就累积了上万名的粉丝 不过这就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质疑 这个胖胖的四岁小女孩 就是窜红大陆的小童星 失控姐又来了 这回她扮演的是超市电源 顾客不买东西失控姐要大哭 接下来这位客人吃坏肚子 失控姐更是当场崩溃 年仅四岁才刚上幼稚园的小女孩 却能在镜头前三秒掉泪 网友之一 失控姐到底是真失控 还是演的失控 或者是被电视节目给操控了 而现在小女孩的父母 甚至帮女儿注册了微博 还帮忙带笔 把女儿上节目的照片通通po上来 粉丝已经迅速超过上万人 面对网友之一 失控姐的父母日前也上网回应 感谢大家支持 以后女儿还是会以幼稚园为主 只偶尔上上儿童节目 让女儿保有快乐的童年 中期新闻来下回综合报道